字幕提供 好像擋到我了 好 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應該大家今天 應該說這兩天呢 在網路上面會看到超級多人在開箱 超級多人也在IG上面分享 反正FB IG跟Youtube 差不多都已經被他攻佔了 只要跟電玩有關係的啦 一定都有他 一定都有他 然後包括跟3C有關係的也一定會有他 因為這個PS5的魅力呢 我相信真的是無法擋了 那今天除了這一盒以外呢 另外我還有買了三片遊戲 那NBA 2K21呢 是我在Switch上面有買它的版本 直接只有買的一般版 PS5的版本 然後包括這個非常厲害的決勝時刻 黑色行動 人戰 蜘蛛人 這個不用講 因為我自己是漫威迷 而且之前的PS4 Pro那一片蜘蛛人呢 我也破關了 另外我還有買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比較少人會看到有開箱的東西吧 不過遙光器我不知道會不會用到啦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主機呢其實說大台嘛 好像實際拿了也沒有到非常的大台 因為這台主機啊其實它的重量 我個人覺得啦還是遠輸Xbox一大結喔 至於在跑的部分呢目前為止 我讓它再傳輸檔案 對了還有一些我們剛才 跟妹妹開箱的畫面 來分享給大家一下 妹妹這台是什麼妳知道嗎 不知道 這台是新的電動遊戲機 電動遊戲機 哇 按起來怎麼樣 這個會閃啊 會啊 插電就會閃啊 她說會閃嗎 妹妹妳看這手把漂亮嗎 好更喔 很重啊 對啊 那跟Switch的手把拿起來哪一個比較重 嗯 新的比較 比較新 新的比較新喔 嗯 新的比較重 新的比較重 新的比較重喔 真的嗎 真的啊 電動要出來了 我可以去玩玩電動嗎 真的嗎 真的啊 你會玩嗎 真的嗎 真的啊 可是有很多遊戲應該都還不會玩啊 其實呢剛才開箱是有點亂七八糟的 但是我就很好奇 你原來在開箱這個東西喔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不過說實在年紀真的太小了 所以說不定PlayStation 6呢 它獨自開箱給大家看 那接著就來講一下主機的部分 其實它正面就相當簡單 就一片光碟機的這個實體的孔喔 因為我買的是有實體光碟機的版本 另外呢 它有一個USB-A的插槽 跟一個Type-C的插槽 所謂只有一個USB-A 那如果買兩隻手把怎麼辦 其實可以接後面 正面呢這個Type-C的插槽的話 也是讓我滿好奇的 因為可能對未來的擴充喔 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畢竟它的速度喔 是更加快的 背面呢總共有兩個USB孔 然後一個HDMI 包括一個RJ45的網路接口 還有一個電源孔 下面呢 那則是可以鎖上一個支架喔 這個支架再放起來啦 會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之前有人講到說 它的這個 旁邊的腳啊 如果說墜地的話 很容易可能就壞掉 你多了腳架之後 整個支撐性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還不錯的 其實現在在等那個資料傳輸 它真的要滿久的 我總共傳了一套遊戲 跟我的一些記憶的檔案 從PS4傳過去 這個傳輸的方式呢 就是 你把兩台主機都開機之後 然後連接在同一個Wi-Fi網路 它們就可以直接傳輸了 目前為止還在等它 等一下呢我們就來玩一下 遊戲吧 好啦那麼實際的硬體規格之類 在這支影片喔 就不會說太多 然後呢相信8K跟4K 120Hz的啊 應該也是大部分的玩家 在這個時候都不會體驗到的 所以呢 心得也會用108MP跟4K的體驗來分享 首先最有感的就是網路的下載速度變快了 不過因為遊戲喔 越來越大 所以還是得要花上一段時間 那這個部分還是需要路由器啦 跟家裡面所申辦的網路速度喔 要有所搭配才有辦法使用到 那我一樣在無線Wi-Fi的連接之下啦 使用PS4 Pro呢跟PS5啊 下載起遊戲的更新檔 感覺速度上就是有差了 第二個呢是 主畫面的科技感啊 我個人覺得喔 也是相當不錯 但是 我還是覺得它跟XboxCVX啊 有那麼一點點相似的感覺 雖然說呢 細節上來說有一點點差異啦 但我就覺得這樣一塊一塊的樣子啊 看起來是蠻像的 但是這次呢 從主畫面的部分啊 其實就已經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 PS5呢 它優異的畫質表現了 接著是這次的安裝遊戲啊 它只要安裝一小部分 就可以來直接進行遊戲 不過我個人覺得這一點好像也還好 因為有蠻多遊戲啊 安裝完之後 還是需要等它的更新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還是會習慣把它開著 放在旁邊先把它更新完 安裝完 才會來玩這個遊戲 因為呢 它如果說是還沒有安裝完畢的話啊 可能也會有部分的功能 沒有辦法使用 至於畫面的部分嘛 真的是好到沒話講 就算是用1080p的螢幕玩喔 我覺得一樣是很猛的 因為那種精細的細節啦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 可想而知喔 只要接回家裡面的4K電視啊 肯定喔 真的是會有很大的差別 至於8K嘛 我是覺得我可能還要再多努力的賺一點 因為8K的電視應該 嗯 各位知道 所以近期的我呢 應該也是會以1080K跟4K的螢幕呢 來玩這樣子的遊戲喔 體驗分享心得給大家 之後呢看看有沒有機會啦 再來用用看4K 120Hz的螢幕玩玩看 這樣子的差別呢 到底會有多大 接下來呢 PS5當中啊 有附了一個Astro Playroom 這個小遊戲 這個呢其實可以體驗到它的主機的一些效能啦 像是光追效果 或者是手把震動的感覺 但手把震動呢 我們等等再講 先來講一下這套遊戲好了 說實在的 我真的覺得它跟萬兔Switch非常非常的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套遊戲啊 其實都是在讓大家體驗到整體的主機效能 還有它的一些創意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覺得 如果有機會的話 人家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萬兔Switch 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甚至呢 是可以直接內建在遊戲機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一款遊戲啊 其實在玩之後 你才會發現到這台主機 原來有這麼多特色可以發揮 那也可以在玩其他遊戲的時候啦 可以有一層更深的體驗 那這次的PS5呢 手把的震動感啊 我覺得是最厲害的地方了 因為噴射的時候呢 會有連續的輕微震動 走路的時候呢 像是在走一些木頭吊橋啊 只要那個木頭有一條一條的 會有微微震動的感覺 每走一格呢 就會有一種被敲擊到的樣子 它的模擬呢 不只是很立體的震動感 而是會有敲擊盾點 連續又細微的震動幅度 而且更猛的是L2跟R2 因為這兩顆呢 會依照不同的遊戲喔 有不同的力度回饋 像我在玩決勝的時刻呢 L2這個瞄準啊 就會變緊 而且是連續的變緊 然後R2呢 力道會變成很像模擬板機的感覺 在壓的時候呢 會有一小段阻力 但是接著壓到中間過後啊 就會變得比較爽 可以直接按到底 這個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不同的遊戲喔 會有不同的回饋 而左右邊呢 還可以呈現不同的感受 不過決勝時刻這套遊戲啦 我自己是第一次玩喔 也不知道為什麼選單人戰役呢 一直遇到遊戲錯誤 然後也連不上網路遊戲的部分 該不會是我遇到什麼樣的BUG 如果說你也有玩這套的啊 也歡迎你分享經驗給我 基本上呢整體畫質真的是非常的棒 重點呢是棒的還很順暢 像是NBA2K系列啊 有時候在轉畫面喔 那種盾一下的感覺 在PS5上就完全感受不出來 加上進遊戲時的loading呢 也是加快不少 而且這麼威猛的效能啊 主機發出來的散熱聲呢 也沒有很大 我玩了兩三個小時喔 關機過後 主機四處給他摸一摸 也只有頂多一點點溫溫的感覺 然後呢我又拿了等了很久的 PS4版本的戰錘混沌貨員來玩 因為這款遊戲呢之前在PS4 Pro啊 只要玩到後面 我的技能放多一點的話 他就會卡住很嚴重 可是這次在PS5上面玩呢 他就可以很順利的執行 不過 字體倒是有一點點被擠壓到就是了 畫面的部分也可以讓大家來參考一下 那最後是我買的那個遙控器 他真的算滿方便的 只要對著主機按喔 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台串流的影片或音樂播放器 但前提呢是要把主機裡面的HDCP給開啟 主要呢應該就是要防大家側錄有版權的影集等等的啦 那這一點呢對一幫玩家應該沒什麼大礙 但對我們這些要錄畫面剪輯的人來說呢 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啦 如果說你家裡的電視或者是電腦呢 沒有辦法直接看YouTube或Netflix的話 用這個就會非常的棒 因為相當方便 一邊玩遊戲一邊追追劇 哇這個完美太完美了 總而言之呢這台PS5到底值不值得買喔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的啦 因為我之前那台電競筆電呢買了3萬5 玩個CSG用這種的 只要接個外接螢幕開個解析度高一點啊 就會變得稍微慢一點 而且那個早期的顯示晶片 更不用說有什麼光追效果了 有一些更吃效能的遊戲呢 要特效全開啊 在外接期大螢幕來玩呢 真的就會有非常大的難度 所以以這台15000多的主機來講 能把遊戲跑的這個樣子真的非常厲害 有機會可以買到主機的話啦 又搭配得到自己想玩的遊戲啊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來入手一下 至於BUG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想測試的 嗯應該等到之後呢 我會來慢慢測試 甚至慢慢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簡單分享的部分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這些影片的啦 也記得幫我訂閱一下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之後呢都會有PS5的一些相關新聞啊 相關消息啊 跟遊戲的部分都會分享 當然也歡迎大家分享我的影片 那我們就到這邊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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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